市長雙城論壇部分107萬的代仗 那陳沛其實是在臉書嗆說 如果你拿繳費單來他就去付 結果想不到黃珊珊也附和說 其實那時候是議會決議 有一次的附帶決議是說 如果共機擾台 然後兩岸氣氛不佳 這個應該停辦 現在的不是只有共機擾台 現在是直接在你台灣海峽做演習 那講萬萬還要去嗎 如果照這個標準的話 台灣是我們中華民國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到底在怕什麼 台北市議會如果要做這個標準的話 那請他們用同樣的標準對待 講萬安 但其實重點應該是 當初柯市府不尊重議會的決議 是府會的問題 但是他現在黃珊珊也出來 你會覺得說是不是民眾黨的立場 也希望兩岸不要 兩岸要中斷這個唯一的管道 要不要反問一下民眾黨 這是一百一十一年前任市府雙城論壇的經費 違反了議會的決議而無法合銷 我們承接這個問題 中央審計處要求我們持續跟議會溝通 我們也會依照議會的決議來辦理 不過白衣那邊是講說 如果之後要來辦雙城論壇 他認為說市長也應該比照辦理 自己來出錢 我們就是依照議會的決議 議會也在去年參與我們雙城論壇 到上海進行市政的交流 我想我們都是依照規定議會的決議 以及相關的慣例來辦理雙城論壇 我們剛剛講到善意原則 那最近這個共機不斷的擾台 那會藉著這個雙城論壇來當面向他們反應嗎 我們該反應都會反應 所以我要特別強調 兩岸之間越緊張越嚴峻 越需要溝通交流 雙城論壇是目前兩岸之間 唯一僅存官方的交流管道跟平台 所以我們非常珍惜會依照 對等尊嚴善意互惠的原則來進行 因為之前那個佩琪一時有在臉書提到 就關於這個雙城論壇的部分 因為現在共機共建的動作越來越多 那你覺得認為應該要繼續辦嗎 還是說以後可能請蔣市長也要自費 你會認為這樣 這個就是正式操作 當時在議會就是說如果什麼共機繞台有沒有 這雙城論壇就不要辦了 我跟你講喔 現在比那時候繞得更多 如果用同樣的標準 那到底現在要不要辦 所以是這樣啦喔 還是回到那句話 正式不幹喔 每天在搞對立 所以應該丟回去給那個 台北市議會 國民兩黨的議員自己去 每天都在自答臉就是這樣 大家好我是黃光晴 歡迎每週一到每週三的 中午12點到1點鐘 準時鎖定會流新聞網 YouTube頻道 和我們一起 中午來開會 reereeee